我想昨晚全世界人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佩洛西是否安全抵达台湾 因为我们伟大祖国之前哭打哭杀 又说明不会坐视不理啊,说明啊,就是你做了囚 就是关老爷马上读春秋,走着超,就是我们广东话说的,看着来 结果,佩洛西安全抵达啊 佩洛西的飞机行程,大家看回呢 他在马来西亚,一起飞之后,他就兜到印尼那里 兜到印尼,然后再在菲律宾的东面那里,直上去台湾 完全避了南海,完全避了南海 在这个举动来说呢,你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就叫做真是很给你面子 老实说,你稍微理智点去看这件事 佩洛西的专机,如果就算是飞南海 飞近大陆的沿岸,那条红线 经过台湾,然后进去台湾 你真是,难道大家真的信他够胆射下来吗 就是,今年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如果你够胆射下佩洛西的阿基,就等同宣战 那我们没有办法不回 就是这个全世界都会这样讲的 因为这件事呢,就是你这样去打下一个 人家国会议长的阿基的话呢 我想是无可避免的开战 相信呢,大陆也都不敢这样做 但是既然不敢,你为什么佩洛西 不直接去飞近大陆这样去飞呢 人家也都,免得聊天斗飞 你既然不喜欢,OK,我被离 宁愿飞多几个小时 本来在马来西亚飞,飞台湾 大家知道,四个小时怎么都到 飞多了三个小时,差不多一辈的时间 兜过外面,别人避了你 就是叫给你,给你,免得你下不了台 但是结果,佩洛西安全带来 他依然是跳脚啊,又发布假消息 因为昨天,昨天,昨天就即时呢 就是佩洛西就来Landing的时候 10点43分Landing 那么,佩洛西就来Landing的时候呢 他就派,就是公布,大陆就公布 SU35已经超越台海线,飞来飞去 那么,台湾的国防部呢 就马上反驳,没有这件事 没有这件事,根本就是 这些很多假消息出来了 就是,无非就是 他,他就是和大陆那些小粉红交代 那么,昨天又精彩了,佩洛西来之前 又在日光日白,就在福建厦门那边 那边呢,坦草西全部洗出来 又在海滩那边呢 百几二百砖炮呢,就对着大海排成一阵 好笑,如果你打仗是真的这样 两三个飞弹扔过来 整个百几支炮都没了 哪有这样的布炮呢,是不是呢 当然,这个场景 作为一个影响,取劲的镜头 就是人家打卡,取劲的镜头 哇,在我背后百几砖炮 就是,昨天呢,就完美示范了解放军 尤其是福建原案的解放军呢 就是,被人拍照 就是做背景,一个非常好的报警版 那么,到了今早 六点的时候,解放军呢 就发了个声明,说 在围绕台湾有六个地区 就进行实弹演习 就明天开始,就在一部洛西 刚刚今天走啊 今晚五点多走啊 走完之后就明天就搞了 就那几个点呢 我们看到,对台湾是很大的影响的 就南北封锁 有几个点呢,尤其是高雄呢 高雄港外海二十公里 二十公里不是海里啊 二十公里,就即是 贴近那个十二海里的所谓的主权范围 那有什么影响呢 他没有说过那个高度有没有限制 他说不知道是海面演习 还是水面水底的演习 那基本上的船呢 渔船啊,正确的船呢,出不了 但是一个比较敏感呢 高雄是个军港 有个军港在那儿 那你台,台军会不会 使近那些,就是 实弹演习的那些艰难先 一旦拆枪走火,会怎么样先 那这个要注意 我看到呢,就在这个台东的东南对出 那里也有实弹演习 但是不要忘记,那里附近有一只叫列根号 列根号在那附近 那怎么办呢 再加上宜蘭那个点 宜蘭那个点呢 即是近这个沖繩的基地 台北有两个点,台北新竹那里 那这几个实弹区迫近台湾呢 那个挑衅意味非常浓厚 就是已经肯定超越了台海中线了 现在呢,我就看看未来这几个小时呢 欧美各国如何反应 就是这种挑衅呢,我相信 就是如果解放官认为 台湾是内海,那你怎么解释 在宜蘭东北,台东东南 这两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不是台湾海峡 就是,你怎么解释这两个实弹演习 就是,如果你说这样走得通的 那人家在你三马军港那里附近 一样走到十二海里 在那里做军演 美国和越南去实弹军演 那你怎么解释 那你怎么解释 甚至美国在金门马祖对外 十二公里,那里的军演 大家知道金门马祖是多近大陆 在那里做实弹军演 那你怎么解释 就是,我想这些什么挑衅性的行为呢 就是,我们可以明白到 你是舒缓国内 那些小分红的压力 说你昨天,啊,为什么不打到那下飞机 就是之前你讲得太尽 之前你讲得太尽了嘛 你收不到转头嘛,结果现在 你一干到底,你更加强硬 我相信呢,未来十二个小时 欧美国会有一个实质的 为了今次的军演 实质的 声明会出来 你说,喂,有什么办法 这个这么危险啊 如果这次各个不出声的话呢 我就越踩越过了 我相信这次各个一定会出声 那最下方法是怎样呢 如果你问我个人 你要撤销到军演 一招是非常有效的 不用大动干火 也都不用一兵一出的 很简单的 你就是叫瑞士 因为瑞士已经讲了嘛 如果中国武力侵犯台灣的话 他会封锁这个 中国 中国大陆人在瑞士的存款 大概过万亿的 过万亿的美金 你就是说给你听 通知瑞士 说瑞士公开声明一样 如果你继续坚持军演的话 他就将在全...不是封锁 他就将在... 瑞士银行的... 那些账户那些存款的人名 和那个存款额公开 那搞定的了 那不会这么温宴的 就立刻收声的了 自然的内部压力就立刻按住 大家和气和气 当然啦 封锁台湾的水果啊 鱼龙产品啊 进大陆啊 这些可以想象的封锁 因为最主要是 这半年来他在找藉口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在大陆外汇有问题 外汇有问题 他能咳就咳 老实说很简单的嘛 如果你这么兴台湾啊 那些产品啊 那你就禁止台湾的晶片输入咯 是不是 一次这样的晶片 不在这个... 制裁那个... 就是赴大陆的制裁名单里面 那你为什么不就是晶片呢 是不是 因为那个晶片对你国内生产很紧要嘛 就是这...这样东西我觉得... 嗯... 未来... 会是... 会...这个...会... 会...加剧 因为为什么佩洛西这次来 大陆不是... 兴奋佩洛西来这么简单 而是由佩洛西带起一个风潮 如果佩洛西是可以来的 我想问 美国国务卿能不能来的 因为佩洛西的position是高过国务卿的嘛 那国务卿能不能来的了 那国务卿能不能来的了 对不对 那第二 英国已经立刻出了一声了 即是说 夏议院议长 啊... 这个...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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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縮团去年底去台湾 英国...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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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当然会来的 啊... 你讲起违反 谁违反联络声明 谁违反联络声明 是历史文件 现在英国已经... 兴奋九彩了 是不是呢? 一巴、两巴掌下去 所以呢... 未来这... 这几个月呢 台湾... 台海呢... 他非常热闹 但是也都空前... 空前安全 大家不要说... 大家不要觉得说 喂... 这么热闹 就是会不会拆枪走啊 他怎么... 不会... 很安全的放心 很安全 第一... 大陆还没有做好一个 真是充分的 武统台湾的... 的准备 就是昨天他在福建 拿了那些车出来 不要觉得很好笑 什么... 现在福建有条高速公路 是开了台湾 你拿了车出来做什么 你开了登陆艇出来的嘛 应该是 是不是啊 你如果要军事阵势 就好像现在你说 在台湾的周围 要用实弹演习 讲到实不实此 真是万一擦枪走火会出 不只是跟台湾 跟日本 跟美国 一旦擦枪走火 出什么差池的话 你是不是一定先拿到分 就是这些我觉得 你如果你说 就是我一直说啦 你超过来 中线大家 空中相遇 大家交代一下 就是这样的宣说 就是你摆到姿态强眼到这样 是封锁台湾的军事演习 我想各国会有出声 稍后应该会有些反应的 那 正如我所说 美国的列根浩 就在这个实弹演习区附近 如果列根浩又同时宣布 喂 那里是实弹演习 任何飞机 船只转进来 我就激沉 那你怎样 去不去先 你家风军 敢不敢不去先 你去人来 真的就你个美国 哈哈 在东北 不要说美国 在日本 在日本 就是你现在 你把我的态势 你摆到这样行的话 那不就跟你晒了 是不是 就是你以为去欺负台湾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你这样去搞 只要把我的问题 越搞越大